刚刚拿到一款小快递箱 据说放下去就能变成三倍大小 接着我们来拆开看看 从外观看 是一款电视人和泽塔蛋仔的封面 今天我们就来打开这款电脑笔记本 娃娃盲盒 这时泽塔蛋仔很诡异 他拿一杯水送给电视人 此时电视人就喝了一点点 开始眩晕睡着了 怎么回事呢 现在我们继续撕开侧面的链条 就能翻开 怎么点赞了 就是不能同时点赞关注 可是双击评论就有图案啊 我也试试 还能看到四个好友 据说暑假再见 就有特效 试了一下 怎么是这个 这就变成一款笔记本电脑啊 屏幕上看起来没有开机的样子 我们接着来寻找开机按摩 就是这个吧 试一下 这时屏幕显示字样 电视人喝上饮料被我们抓了 所以大家觉得 能随便拿陌生人的饮料喝吗 对了 想救电视人就在这里面 看你们能否找到 这时我们看到键盘 试了打出电视人快快出现时 突然这里可以撕开 打开翻开 就有这么六款面具 还有一个战架 这些做什么用呢 旁边有个杯子 这就是电视人喝的杯子 说明它就在这里 此时屏幕可以戳开看看 里面有个电视人 它怎么变成弹仔了呀 先来这个 戴上去很像赛罗呀 再来这个 看着不知是哪一位哦 谁知道啊 接着就戴上红小豆 有点可爱吧 然后戴上这个青蛙的面貌 太有趣了吧 这个不就是音响人的面具吗 戴上去有点不适合呀 最后就是电视面具 戴上去看看 对了 大家觉得 你们喜欢一个面具 下期再见